道光西年,1827年,道光皇帝召见了一名武将京口参江庄芳基。 一般来说,皇帝召见外地文武官员,要么提拔任用,要么转任要职,都是放出提拔升迁的信号。 所以,庄芳基兴冲冲地来到了京城,觐见了道光皇帝。 庄芳基是福建平和人,出生于1797年。 庄芳基七岁的时候,父母就双双病亡。 他在哥哥庄芳毕的扶养下,渐渐长大。 16岁时,在一个亲戚的推荐下,来到潮州参军入伍,担任潮州中军侍卫。 此后,庄芳基在军队里屡获升迁。 历任潮州中营游击,广东提督府副将,丰火门参江等职。 道光六年,1826年,道光皇帝一旨任命,将庄芳基提拔为台湾水师协副将。 台湾水师协副将,隶属于台湾镇,是全台湾的海防军事层级最高武将,率领数千名水师兵勇。 这次,道光皇帝之所以要召见庄芳基,是因为要将他任命为太湖协副将。 太湖协副将负责统侠太湖水师,拱卫两江地区的安全稳定大局。 相当重要。所以道光皇帝要亲自见一见。 其实,这种照见也是例行公式。 在照见时,道光皇帝随意问了庄芳基一句话。 你从江南来的时候,可见过蒋幽瓜? 庄芳基冷了一下。 蒋幽瓜是谁? 我不认识啊。 于是老老实实地回答。 没见过。 道光皇帝觉得奇怪。 再问了两次。 庄芳基依然回答。 没见过。 道光皇帝不禁有些生气地说。 你真是太糊涂了。 作为江南武官来经。 你难道没有向江南总督辞行? 这里道光皇帝所称的江南总督, 实际上指的是两江总督。 江南总督是两江总督的前身。 听了道光皇帝这番话。 庄芳基这才恍然大悟。 原来这位蒋幽瓜, 就是自己的顶头上司两江总督。 他赶紧回答。 有见过。 进京之前专门向他辞行了的。 道光皇帝的脸色才稍微缓和下来。 庄芳基进见完毕。 从皇宫里出来, 才发现由于过度紧张, 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。 后来, 庄芳基把这件事讲给朋友听。 朋友问这是怎么回事呢? 他回答。 我平常只晓得江南总督。 或蒋中棠。 他从来没有给过我名片。 我也没请他写过一连一扇。 哪知道他的大名叫什么蒋优先、蒋优后。 青石鹿对这件事也从侧面进行过记载。 御军鸡大臣等。 朕左召见新选两江都标中军副将杀续元。 看其年利正强。 似非诚实可靠之人。 又新受太湖携副将装方机。 朕未识其人。 其细暗资检放。 该二人能否胜任。 驻蒋优瓜于一等到省石翔家查看。 据实据奏。 将此御令之之。 寻走。 杀续元诸事锦翅。 留心训练。 庄方机熟悉水师。 人上朴实。 君看圣任。 报文。 看起来。 当天道光皇帝照见的不止庄方机一人。 还有两江都标中军副将杀续元。 道光皇帝不熟悉他们两人。 对他们两人的履职能力,还有所怀疑。 因此让两江总督蒋优瓜,对他们进行考察。 蒋优瓜考察的结果是。 他们都还不错。 能够胜任本职工作。 我不禁想。 如果蒋优瓜知道庄方机连他的名字都不晓得的话。 会不会有意刁难呢?